牧师师母 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不好意思 好 可以可以 牧师师母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是第二牧区的柜姿 感谢主来恩宠灵良堂 一年十个月了 感谢当时带我来的姐妹 会遇见她 是因为当时我正一直在找聚会的地方 透过她 就这样我来到恩宠 就这样我从63岁 开启我的教会生活 我是从第四堂课才开始上课的 在这里我要先向主认罪 前三堂我没上课 因为春节还有其他各样的原因 其实就是泛滥 又想说都64岁了 应该是班上最老的学生吧 算了不去了 三堂没上好像也没有毕业证书了 下次开课再报名吧 就这样又继续赖床 第三堂当天主日敬拜前 区长就坐我旁边 问我说有没有来上课啊 我回没有 他很轻声地说 你心中有魔鬼 一直在让你找理由不上课 天啊 这句话真是答醒我 我怎么能再让魔鬼在我里面呢 当下心中的想法是 有没有毕业证书不是重点 自己从讲师上课及课程的内容 吸收了多少 学了多少 对自己才是重要的 就这样 后面的每一堂课 我都准时上课 因为我被每位授课的牧师 还有同工们感动到了 他们都比学员还找到 自己之前真是太辜负老师 辜负同工们了 他们都七点四十五前就到 然后祷告 上课前还为每个学员祷告 求主保守大家出入平安 我领受到这份恩典 然后整个恩宠 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付出 真的很令人感动 我上的第一堂课 我就觉得很受用 课程是垂听祷告的上帝 讲师说 祷告不能流于行事 祷告不是报告事项 祷告是要求所需要的 期待你所要发生的事 然后带着信心 相信上帝会垂听 成就我们所祈求的 祷告是向上帝感恩赞美 祷告不能不切实际 不能忘求 这堂课对于初信的我 真是太受用了 我上的第二堂课 上帝的引导 不会违背圣经 上帝用圣经的话 来引导他的门徒 为人不能骄傲 要常常谦卑 只要恳切祷告 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 全然相信 顺服他的带领 必要经历他信实的供应 与慈爱的看顾 这堂课我领受到 为人要谦卑 要有颗善良的心 并要把领受到主的爱 也散播给周遭的人 我上的第三堂到第六堂课 是在学习认识灵界 靠主得圣 过属灵的生活 我想目前我只有学习 恳切地祷告 及多读圣经 让自己有更多属灵的话语 课堂上 我请教老师一个问题 我因为在全人更新营 最后一堂 领受圣灵更新时 大家被圣灵充满的画面震撼到 但当下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感受 因为心中的疑惑 我问了老师 他说 我还不认识主 是的 我还不认识他 所以我要多读圣经 还要认真被神的话语 领受上帝的律例和启示 重新认识神的国度 期盼自己在神的里面 有更多被圣灵充满 更多的来跟随主的心意 课程间 我们还有阅读 幸福到你家 每篇都令人有共鸣与感动 回想自己 就是从参加幸福小组的贝斯特 至今一直都被看顾着带领着的 所有幸福小组的每个组员都很有爱 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的区长 小组长 为了带领我 一定要参加小组聚会 为了我这只懒惰的羊 这只常常没来聚会 或是来了早退 也不参加小组聚会的我 全组组员 一起到我家小组聚会 对我这么用心 我真的领受到 也更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聚会 因为主必与我们同行 如今来恩宠 也不再有只是来做客一样的感觉 而是有归属感 每个主日都有感动 所以当把在主里的温暖与喜乐 再多有属灵的话语 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原来真正的丰盛 就是从领受福音使命开始 阿们 阿们